一 弟兄姐妹 早安 感谢主 新的一天就有新的恩典跟怜悯 我们今天一定可以得胜而有余 约翰二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警戒 我们一定要从这里面学到很多重要的东西 我昨天讲到彼此相爱 教会里面讲到就是爱 可是约翰他却这边讲了非常绝情 非常坚持的话 他说有一种人你是不可以接待 连问安都不可以免得你在他的恶上有份 那使徒约翰他四次提到我们要彼此的相爱 那在他的书信里面 从约翰一书到约翰二书 就是连续讲了四张 其实就是一共五张的圣经 就是讲了四次 要彼此的相爱 那弟兄姐妹 他其实他就是一个爱的使徒 甚至他自称什么呢 他自称耶稣 他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所以在约翰的生命里面 他内心是充满了爱 口中也满了怜悯 但是他对那些传假佛音的人 他对那些混乱教会的人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人力 那我们来看他说什么 我们来读九节到十一节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上个礼拜 我跟一个弟兄 吃饭 他就跟我讲说 他碰到一个摩门教的教室 他就跟他聊起来 他就想说 我要去影响他 那弟兄姐妹 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请你不要做这样的事 约翰在那边告诉说 不要接待 不要问他 还有的人还打开门 让他们进来 这个就是接待 你连问都不要问他 免得你在他的恶上有份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很难 我们很难 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站立住 这些人来找你 他跟你谈 他们受过训练 他知道你所在意的是什么 他会用一个 是是而非的道 道理把你转过去 刚才 这个基传道 他就讲到 他一个同学 就是在路上 跟那个 安息日会的人 辩论辩论 这个好像讲得非常热烈 你知道 一个月以后 他竟然去跑去变成 去参加安息日会 当然 安息日会 是一个比较 不能说他是异端 他应该说是比较极端的一个教会 那他在旧恩上是有一点点的偏差 因为他说要守 要守 要守律法 那这是 这是有问题的 那弟兄姐妹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来好好的谈 我们怎么样去分辨 异端 哪一种异端 不是跟我们不一样 它就是异端 那异端是有所指的 那今天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们来说这个东西 那弟兄姐妹 我再说 也许这是在外面的 对教会的损伤 其实是有限的 只要我们 我们保守我们自己 藏在主的爱的里面 藏在教会里面 你就不会受他影响 但是有一种人 有一种人 保罗也告诉我们说 你要躲避他们 就是那些说是非的人 说是非人 他所说的话 会叫你落入许多许多的危机 叫你失去分辨的能力 那你怎么分辨他呢 很简单 你听完他讲的东西 以后 你有没有更爱主 你对耶稣 对上帝的法则 你有没有更加的认识 你有没有更喜欢读神的话语 你只要这样去想一想 就知道 这个人所说的话 他是你的好朋友 还是损友 义友还是损友 还有 他对你讲完了以后 会不会增加你的信心 如果不会 你就要远离他 他所说的话 会使你更有盼望吗 你对你的生活 你更想要侍奉神吗 你会不会 因为他所讲话 就失去了服侍的动力 服侍爱主的力量 追求主的力量 如果是 你就要离开他 我不是说 他就是异端 但是我也想说 我们一定要小心 你这样知道 不要听他 要为他祷告 你要告诉 那个弟兄或姐妹 告诉他说 请你安静 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祷告 回到神的面前 不是要来找我 把你的垃圾 倾倒到 到我生命的里面 弟兄姐妹 你知道 彼此相爱 是要彼此的成全他 不是要来接受他的垃圾 你一定要救他 脱离那个光景 那怎样救他脱离光景 不是听他讲 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怎么带他到神面前 告诉他说 我奎妹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把他的眼睛 注目到神的身上 弟兄姐妹 注视人 结果注视人 你就会跌倒 注视环境 你就会软弱 只有注视主 这是大卫的秘诀 他说 我长江一花 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自摇动 接下去 他说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 也要安居在死望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 因为大卫也曾经 看外面 看环境 结果他说 我险些就滑跌 但是弟兄姐妹 他来到神的面前 他说 我来到上帝的殿中 来瞻仰他的荣美 弟兄姐妹 他就走出他的困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帮助 这样子的弟兄姐妹 就是告诉他 我们一起祷告 不要听他 再多讲 他讲 我们知道 要一直听他 倾听 弟兄姐妹 他可以告诉他 你要讲的话 不要讲给我听 讲给谁听 讲给上帝听 弟兄姐妹 我们里面 再多的苦毒 再多的愤怒 再多的怨恨 你都不要讲给人听 讲给谁听 讲给上帝听 你只有上帝 能够 上帝不会受伤 上帝也不会 因为你讲的 就来定你的罪 但是你讲给别人听 你就会 败坏 听见的人 以至于 你就会得到 是什么 得到 得到 上帝的愤怒 弟兄姐妹 不要 绊倒我们的弟兄 不要绊倒我们的姐妹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 借着 这些经文 让我们知道 怎样在教会里面 我们怎样出路 因为在教会里面 我们真的是 彼此中间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紧密 我们一起聚会 我们一起侍奉 我们其实 我们的生活 非常非常的紧密 彼此中间 会不会有误会 会不会有摩擦 当然 很容易就发生 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譬如说 你觉得你受伤 觉得你被 你被忽略 你要怎么做呢 弟兄姐妹 不是开始去 把你 你里面的苦毒 你里面的愤怒 去发表给别人 那结果 你就会造成 对方的失落 你只有一件事 要不然 你就去找 那个 找你的属灵领袖 或者找那个 让你觉得 这个 你很难受的人 你就去 直接去找他 跟他 讲你自己的心 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的感受 那要不然 你就是讲给神听 求主保守我们 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保护 我们的弟兄姐妹 当你听见 有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要了解 你听得越多 你的生命就流失了越多 你的祝福就流失了越多 而你越多的 讲你自己的 你的怒气 或者你的不满 或者你的苦毒 结果是什么 就叫你失去 神所赐给你的 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恩惠 你要知道 你的路会走得 更加的湾区 你的路就没有办法 在神的祝福的里面 弟兄姐妹 我讲这些 我真的期待 我们的教会 会越来越坚固 在神的面前 仇敌常常 借什么东西 攻击我们 就借着人的口舌 求主要保守我们 我们要一起来 防护仇敌 借着人的口舌 来攻击他的教会 求主保守我们 当我们保护 我们的教会 教会健康了 你就会健康 教会成长 你就会成长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弟兄姐妹 不要听那些 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 你看见 所有讲来讲去 都跟你我没有关系 结果你就 把你自己 陷到那个悬果的里面 求主保守我们 仇敌 就是 巴不得 夺去我们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上帝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托付 上帝给我们的 这个议许 给我们的 那个奖赏 仇敌 是要把通通夺去 求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警醒在神的面前 我们怎么样 彼此相爱 就是彼此的遮盖 求主让我们 能够祝福 让我们带给人的 我所说的话 带给人的 就是让他能够 得到造就 得到安慰 得到鼓励 如果不能够 做到这 我就不要说 任何的话 求主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的口 对上帝 就是说赞美神的话 对弟兄姐妹 我们只说造就 安慰 鼓励人的话 阿们 上帝祝福我们 与我们同在